他熙胸燙到了5萬打到9萬之後卡5萬來了 這樣選擇拆一搭的話怎麼選呢 有點可惜啦 為了保留3、4、跟6、7條 繼續拆腕子耶 不留那個3、6、9萬的淨廳 很堅持 其實可以拆6、7條或3、4條 但是他的想法一定是要拆我剛剛就拆了 這是很多玩家的想法 要拆我剛剛就拆了 反正要拆就拆到底嘛 對 不願意再多做風險 既然出了萬字 就出萬字危險係數稍微低一點點 我們的瑞琳哥現在六條定將 聽七條的編章 卡七 瑞琳哥的七條 喔 那發歌這邊 喔 還沒 發歌就有點落後 雖然兩大落地 在這裡已經是慢了 陳佳哥 午安 我這邊燒 燒餅 想了一下 選擇打惡餅 一進聽 對 陳佳武啊 那個死亡吊嘎 順龍兄 正妹殺手 死亡吊嘎 撿順龍 這邊七條是被發歌給摸走了 對 所以七條是不是還剩一張 一張 我們的Frank說剛剛這個劍龍兄應該要打三四條 但其實不一定啦 因為他剛剛的萬字是二二四六 不是二四六 對啊 你看他現在也選對了 他聽五八條 那五條 好 這個應該不好走了吧 扎實 哇 你看我們瑞琳哥真的厲害 扎實 最先聽牌 然後別人一聽他馬上下車 你要注意這個中間的關係後 他是最先聽牌的 然後別人一聽 他一摸到槍章 他就下車 很厲害耶 真的摸到五條 直接下車打九條 所以你說是他運氣好嗎 其實 也不是啦 他是真的有實力的一位玩家 那這邊 感謝我們安茂 安茂哥 剛剛抖內我們 感謝安茂兄 超級留言 安茂兄月底會來比我們的資格賽 期待他的表現 安茂兄也是一位很厲害的玩家喔 這把 瑞琳哥打得很精準啊 這把牌 你看他從 從這一將 第一將的東風到現在 這個表現 非常非常好啊 對啊 完全不受到燒餅一開始的兩個字摸的影響 而且他還是裝家喔 一般很多人就覺得說 裝家一定不下車要玩 剛剛那個五條我應該是會衝的啦 Sindy會打嗎 應該是會啦 六條抓 對了嘛 聽牌 而且感覺上也是我們是最早聽的嘛 對 而且其實那個建榮兄也才剛聽而已 而且你也不知道建榮兄是剛聽 他是門親 你去防個門親的玩家非常難啦 他什麼牌都沒吃碰 你要去防他 很難去抓得準 那這把建榮 但是我相信瑞琳哥防的這五八條 也不是只防建榮啦 這是整個海底的局勢看起來五八條是危險的 是一個概率問題喔 又能聽了是不是 七條 可以聽啦 如果打六條的話 他應該打六條 因為他摸到五條就是不想去出五八條 所以他要聽牌一定是也聽五八條 這把真的很精彩 超厲害 還是聽牌的五八條 沒有放槍喔 反而還繼續聽牌 他剛那個五六六八九 對五八條其實是無解的 結果想不到 五六六八九 然後退九摸七退六再聽五八 哇 這邊燒餅也聽八條跟四餅耶 喔 那這個八條會三響耶 哇 厲害了 這個真的厲害了 對 這非常非常厲害 這把這把真的不得不說 很精彩 打得非常非常好 建榮兄說丁的基 建榮兄你回去看直播 我告訴你 這不是丁的基的問題 這個確實 這把打得非常出色 這個真的很厲害耶 對 能摸到五條是運氣 五條字幕是運氣 但是他處理第一張五條 的